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開箱的是 來自360全景相機大廠 Insta360 它所推出的新品 不過呢 它這次推的不是全景相機了 而是一款具備人臉追蹤功能的 全新AI 4K網路攝影機 Insta360 Link 那這兩年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許多人都在家工作 這也導致線上會議的需求大增 再加上這兩年各種直播心情 以往固定式攝影機的鏡頭 或者是像筆電的視訊鏡頭 也開始不符合這些 因此市場上就開始有些廠商 針對視訊鏡頭進行優化 而這次的Insta360 Link 其實在基本功能上跟All Sport Tiny差不多 但是在細節部分 有些許的不同與改進 至於它們兩者的差異在哪裡 接下來我們直接開箱看看 好 開箱 大家看一下這個外盒 我覺得這個外盒 剛看它的造型 你會覺得這樣三軸有沒有 直接 開箱來看看 最上面就是 Insta360 Link 還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一個小三軸 泰尾系的傳輸線 轉接頭 擦拭步 簡單的說明書 所有配件都是這裡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內建了一個三軸的雲台 在它前方這裡 有兩個雙降噪的麥克風 並且它支援了Windows Mac系統 隨插機用也不用裝任何軟體 就可以搭配像Rune 然後Microsoft Teams Guy 這些主流的視訊會議軟體 都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你知道接上電腦之後呢 再搭配你的手勢 它就會自動鎖定你的人臉 就算你起身示範 或運動呢 它都能將人物 維持在畫面的中央區域 並可以透過手勢 進行放大縮小的操作 另外 在它的機身底部這裡 它設置了一個 1.4吋的螺絲鎖孔 所以它可以鎖在這個 另構的自拍棒 或者說一般的腳架上 都可以使用 而且呢 這也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這樣子 直接放在桌面上 或者說直接勾在筆電的螢幕上 那在規格上呢 只是配置了一個 1.2吋的感光元件 超越了市場上 目前同樣解析度的所有 網路攝影機 搭載更大的感光元件 意味著 它可以捕捉更多的細節 又有更高的動畫範圍 還有更出色的低光表現 同時它也支援HDR攝影 自動對焦 而且它對焦速度很快 最近可以對焦10公分 拍攝角度 約為HFOV67 那另外呢 它還支援 4K30幀 還有1080p HDR錄影的功能 無論是視訊會議 線上課堂還是直播 都可以支援 另外 也可以透過 另外裝 Link Control桌面端的一個軟體 去調整 曝光亮度 白平衡能的參數 當然啦 除了這一些一般功能以外 它還具備了一些獨家功能 譬如說像白板加強 它可以增強 顯示特定區域的一個白板範圍 增加學生或參與者的一個關鍵體驗 它必須在白板上放置四個標籤 還有一個叫做無損速拍 它自己轉90度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6比19的畫面 而且一樣具備了鎖定的功能 那第三個呢 叫做自動輔拍 你只要將這個Link 固定在桌面支架 或筆電的上方 它就能拍攝一個非常精確的補拍的畫面 而且它會用演算法 將桌面本來是一個斜角的畫面 變成水平的 這個功能啦 就跟蘋果前陣子剛發表的一個新功能 你MacBook搭配iOS16的手機 就能做個輔拍功能一樣 跟它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現在操作的是桌面模式 我們稍微這樣子 往下 我剛開始寫的這樣 它馬上轉正了 轉正之後呢 這個透視就變正了 你可以這樣子 去分享手寫的底劑 這個開箱的產品 而且透視還是有一點問題 原則上如果是平面的話 這個平面都是正的 如果你完成視訊會議之後 Link會在10秒之後 自動進入隱私模式 鏡頭會自己往下轉 就拍不到你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我使用Mapbook Air 的前置鏡頭 它是有720P 主錄是畫質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用Insta360 Link 所拍攝的4K的一個視訊鏡頭 如果我現在這樣子 讓它鎖定畫面的話 它會跟著我走 有沒有 有沒有 相當的方便 好 現在測試的是追蹤路 誒 那最後我們阿達簡單為大家分析一下 Insta360 Link的優缺點 第一個是先講優點好了 具備AI追蹤鎖定功能 它的解析度很高 對焦快 而且具備手勢的功能 大部分的功能 都不需要安裝軟體 而且它跨平台 不然是Windows、Mac都能使用 還可以轉90度進行拍攝 我覺得它的變化性非常非常多 再整個完美的產品 一個缺點是什麼 貴 它的價格大概9000多塊 老實講不便宜 但是呢 跟競品比較的話 它的功能就相對比較多 如果說你有用到的話 我是覺得就還算划算 不過這一點呢 就要看大家的需求 自己來選購 以上呢 就是Insta360 Link的一個簡單的分享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的記得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